金星变性权和现在的金星与他的现任丈夫、德国人汉兹的照片。 大家都知道的是,金星是国内第一个公开坦诚变性身份的公众人物。 他是个人脱口秀节目金星秀的主持人。 然而你是否知道他更多的故事? 金星出生在辽宁沈阳,小时候就非常喜欢舞蹈。 9岁加入人民解放军学习舞蹈与军事技能,之后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。 1985年获首届中国舞桃李飞少年组第一名,独创男子组建舞,第一次赴法国演出。 之后金星还去美国深造,被聘为美国舞蹈节编舞。 同年,他的作品《伴梦》荣获美国舞蹈节最佳编舞奖, 获福意大利受聘于意大利电视一台金主编舞。 同年一居欧洲,那是在1991年,三年后的1994年, 金星受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,举办全国舞蹈编导集训班, 全国现代舞演员训练班,策划兵导演成方元独唱音乐会。 1995年,金星接受变性手术,成为国内第一个公开坦诚变性的身份公众人物。 之后短暂出现左腿瘫痪,康复后到上海做编舞工作。 之后他参加了各种综艺节目和活动,知名度也飙升。 他还获得了苏格兰皇家音乐学院刚发的容易舞蹈艺术博士学位。 对于进行的婚姻生活,可能很多人会很好奇。 他1996年在美国与低任太太肯波林结婚,10年后离婚。 2005年,金星与多国男友汉兹成婚,从此圆了一个真正女人一生可能扮演的所有角色,女儿,恋人,母亲,妻子。 这是1990年在美国与低任太太肯波林结婚时候的照片,笑得相当浅密。 一辈子皆不止一次婚的人很多,但是像金星这样,比一次跟女人结婚,第二次跟男人结婚的恐怕不多见。 很多人对于进行这样的想法表示非常的不理解。 而进行做了别人无法想象的事情,而且有勇气面对家人和社会。 她的毒舌有些狂,却没人敢说她狂。 因为没有相当的精力,自然也就没有可以比肩的气魄。 对于进行,我们更多的应该给予正常人的眼光来看待。 她是中国最杰出的现代舞舞蹈家之一。 中国现代舞的扩荒者,更是目前在世界上成就最高的中国舞蹈家之一,获得国际荣誉无数。 还有足够的底气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